一名轿车司机被指撞上了一名摩托骑士之后逃逸 结果被一群人拉下车滥用私刑暴打致死 死者是现年41岁的沙利尔沙莫 家属在获知他的死讯后悲痛万分 希望涉嫌打死沙利尔的嫌犯能够面对法律的制裁 必须要控制最高的按照法律的制裁 那是希望他们不想让他们接下来 他们不忍耐看视频 视频是红红 但希望他们不忍耐 希望他们不忍耐 希望他们不忍耐 70岁的死者父亲在提起儿子的不幸遭遇 不经老累纵横 他表示自己根本就不忍耐去看 网上流传的事发视频 死者在七名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二 单身之前都是在父母的餐饮店来帮忙 三美兰州两冷州议员 拿督穆罕默阿斯纳 今天也亲自慰问死者家属 他呼吁民众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应该滥用私刑 试图把法律掌控在自己手中 另外雪兰娥总警长拿督胡顺也指出 警方目前逮捕了五名嫌犯调查此案 他透露死者的解剖报告显示 没有明确的致命伤 因此当局还在调查死者的致命原因 并等待化验报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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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